Happy New Year 让我们欢迎李沁做客 我们优酷全日乐的春晚特别节目 欢迎 哈喽大家好 优酷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沁 祝大家新年快乐 牛年大吉 谢谢 你还记得这是第几次登上春晚吗 其实已经来我们优酷专访间不止一次了 对 那也只有第二次 所以第二次上春晚是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放松了很多 我觉得比去年是要放松一些 但是还是很开心 因为就是可以跟全国人民一起过节 心情非常的激动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这个节目好不好 是跟哪些人一起搭档 这一次很开心可以跟叶哥 然后秘杰还有金城 然后还有林雨昇 我申哥 都是一些比较熟悉的朋友 然后大家相处的怎么样 后台有没有什么趣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有一些合作 然后也是非常熟悉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默契程度是非常好的 对 氛围特别好 对氛围特别好 就是让我们就是整体的这个气氛 互动能要很强烈 然后一定要记得啊 要嗨起来啊 然后动作啊 就一定要很高兴啊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次和叶哥 还是很开心的 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那其实春节已经来了 然后说到春节呢 绕不开这个词就是寒假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跟熊孩子相处的经历 或者被迫要带亲戚 或者带朋友都玩这种经历 其实我觉得我跟小朋友相处还可以 你跟小朋友什么相处之道吗 相处之道 因为小朋友就是还是很单纯的 所以你只要对他很友好 你很善意 然后很有耐心 其实他就会很快就跟你打成一片 然后就是会跟你怎么说呢 像小跟屁虫一样 就是很信任你 他老跟着你或者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说什么他也会很听话 漂亮姐姐对小朋友有天然的信 其实我们今年有看到你在电影当中有演歌手 然后其实也有在很多不同的舞台场合上面唱过歌 所以有没有想过接下来要真的跨界 或者转后来做一下歌手 我觉得还是好好拍戏吧 好 然后呢 其实你今年还有跟王大陆和长远来合作 那作为端水大师 你觉得这两位男生 你评价一下哪一位更符合爸妈心中的这个女婿人选 哪一位会比较受家长的欢迎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问问他们的招母娘们 好下一题 这个因为年初三就是情人节了嘛 所以你觉得情人节女生受到什么样的礼物 会比较开心 受到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容易翻车 我觉得每个女生不一样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平凡的一天 普通的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还是很质朴 因为很多人都说直接红包或者转账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有个小游戏 我们想请这个李清老师帮我们把这个符字填满 然后填符字的时候呢 顺便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换问回答 对对对对 你可以想怎么填就怎么填 就只要把它填色呗对吧 对对对 写字什么的画图案都可以 好 所以2021年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愿望 希望可以拍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那2020年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020年难忘的事情就是 当时在剧组的时候因为疫情嘛 所以就是大家集体隔离了一个多月 然后那个时候就自己在房间里面学会了做一些简单的菜 就比如说电饭锅 蛋糕 电饭锅蒸那个蛋糕那个时候不是比较流行嘛 就可以在酒店的房间里面练习一下 所以你春节会给自己一个发胖额度吗 就是这几天我可以不控制饮食不控制身材 可以 可以胖两斤 两斤四舍五入的没有胖 胖两斤然后节后再说再剪 真的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两斤还好吧 安全 温暖的感觉无忧无虑的样子 好下一题 如果刷手机发现自己跟上热搜了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哇又有什么事情了 好烦啊又上热搜了 是不是太反尔赛了 稍微有一点点了 那也还好 今年流行反尔赛 确实也是常态 也没有了还好 真的没有了没有没有啊 好下一题 如果你走红毯的时候 发现跟其他人撞衫了 但是呢又不能换衣服了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合个照一起走 大方 那就是可以那个什么样 蹭个热度上热搜 咱们姑娘怎么这么实在 好下一题 用反尔赛题来回复亲戚的灵魂拷问 我刚才已经反尔赛了 刚才 但我们的问题不一样哦 好吧 如果说 哎呀你这一年在外 这么忙 一年挣多少钱啊 你会怎么办 太多了 好多钱 话都花不完 亲戚表示受到了暴击 羡慕吗 羡慕 感觉你也转不来 再一次暴击 我这我感觉我已经非常带入这个角色了 有点一口气上不来了 是的 好下一题啊 这一题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忘情水是谁给的 华哥呀 为什么呢 他不是有歌吗 哪一首 你要坑我唱吗 对啊 你唱吧 因为 因为还没有答对 阿给的 那阿是谁 阿是华哥 没有 我们这题的标准答案是娘给的 因为阿哈 给我一杯忘情水 那么阿哈是谁呢 阿哈 这个人就是娘 此处尴尬了 空气凝默 我刚刚看上去是不是很像一个傻子 好 好了 终于完成了 大功告成 七彩斑蓝的 我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 是七个颜色 对对对 是七个彩虹 好了 七彩福字送给大家 寓意着吉祥 然后好赵头新的一年 顺顺利利 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谢谢 牛年快乐